当时蔡徐坤穿着一身黑色帅气西装 虽然站在密密麻麻的人群中 但她的五官立体 气质和状态极佳 因此也依旧显得格外耀眼 不愧是明星 有到现场参加活动的网友粉丝 则为大家拍摄和整理了一组现场图片 并配文分享 大家好像很喜欢这组图 随便放几张原图吧 从网友们分享出来的原图中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蔡徐坤在路人的相机里 非常上镜五官也依旧那么帅气 不少网友表示比精修图还好看 蔡徐坤生图一出 引来了不少网友的围观和评论 纷纷赞美蔡徐坤在原图下真实的相貌 依旧帅气 甚至有的粉丝网友还将蔡徐坤比作 像小天使降临人间 不可否认的是蔡徐坤在娱乐圈中 颜值是相当高的一位男星 就连蔡徐坤背着手侧头露出笔直的后背都被网友们抓拍到 从侧脸看蔡徐坤的脸好小鼻子也很挺拔 简直就是个俊俏的小脸儿 有的网友则注意到了蔡徐坤笔直的后背 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安全感的后背 能让人大胆靠近 蔡徐坤自从2018年参加偶像练习生以总票数第一名出道以来 至今也已有四个年头 期间为我们带来了很多优秀的作品 如《重生》、《米》等唱风新颖的歌曲 甚至还有被评为2020年度金曲的情人 大小综艺和有它的身影 像《奔跑吧》等 更是以制作人代表的身份参加的《青春有你》第二季 为我们带来了许多优秀的作品和欢乐的综艺 蔡徐坤出道晚但足迹早已遍布娱乐圈 用自身的人格魅力和扎实的业务能力 简直是专业而又不是温柔 俘获了广大观众网友的心 成为了不少人心目中偶像 如今快速发展的社会 愿意花时间埋头训练自己能力的明星很少 而蔡徐坤就是其中一个 未来可期 祝蔡徐坤在新的一年变得更加优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